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多媒体报告 下面我们结合 路上地震勘探数据处理技术规程 最新国家标准 GB33684-2017 介绍一下报告的主要内容 供大家参考 第一 地震资料处理设计报告 根据对工区地质任务 处理要求及主要问题的分析 应在项目试验的初始阶段 编写处理设计报告 设计报告应包括 以下十一个方面的内容 项目概况 地质任务及处理要求 原始资料分析 处理重点及技术路线 处理技术方案及流程 试验内容及参数 质量控制方案 设置项目执行过程的质量控制点 明确质量控制检查的运行文件及图件 进度计则 进度计划 提交成果 项目组人员构成及职责 软硬件资源配置 第二个方面 地震资料是处理的主要内容 选择能综合反映工区地下构造特征 地表条件特征和资料品质特征 并具有代表性的地震勘探数据 进行试处理 试处理应包括九个项目 进行试处理应包括九个项目 叠前噪音压制 政府补偿 反折机 熟度分析 动校正拉伸机变切出 偏移熟度场 偏移方法及参数 滤波和争议 分析试验资料 选择处理方法和参数 确定处理流程 第三 地震资料处理最终成果 及其报告 地震勘探数据处理的最终成果 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最终叠加的存播数据和成果数据 最终偏移的存播数据和成果数据 最终叠前倒击数据 包括CMP倒击或者是CRP倒击或者是CIP倒击 最终叠加和偏移熟度场数据 地震数据处理报告 包括文字和多媒体报告 地震数据处理报告又包括 项目概况 地址任务和处理要求 完成处理工作量 原始资料分析 试验内容及参数 处理过程中应用的主要技术 处理流程及效果分析 处理过程质量控制 认识与建议 地震资料处理成果 验收内容包括四个方面内容 二维或者是三维地震数据处理 最终叠加偏移成果 叠前偏移输出的倒击数据 也就是控制点位置 叠加及偏移熟度场数据 地震数据处理报告 包括文字和多媒体 地震数据处理成果 指量评价 按照合格品 不合格品来评价 合格的地震数据处理资料 要满足以下条件 处理流程合理 参数选拨迹 参数选择符合公区的地震地质特点 观测系统定义正确 基准面净校正数据应用正确 地震抛面无明显长波长净校正问题 叠加熟度解释正确 深度偏移熟度模型符合地质构造特征 道极上有效反射波同向轴平直 远道拉伸和干扰被去除 成果泼面上主要勘探目的层波主特征清楚 偏移泼面上地震有效波归位合理 无明显空间假评及影响解释的画弧现象 性照比和分辨率基本达到地震解释需要 由于地下地质原因或者原始资料品质 造成的无法成像的情况除外 达不到以上所规定的任意条件者 为不合格品地震数据处理资料 地震资料处理设计及处理报告 包括哪些主要内容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